川普总统一定会提香港问题 因为虽然很多人认为说川普他是一个生意人 而且可能有人认为说他为了要急于跟中国达成贸易协定 可能会淡化去谈 但是我不觉得 因为第一个他有这个人权团体给他的压力 事实上美国的总统每次去跟中国的元首见面的时候 都会多少提这个人权的问题 只不过是轻重而已 第二个我有一点跟很多的分析家的看法不太一样 就是说有一些人认为说 现在好像是中美的话 元首在谈的时候都各自累积很多的筹码 比如说北韩问题香港问题 甚至于对台湾军售的问题 全部都拢进来 这样的话谈判非常难谈 所以他达不到什么一个好的一个协议 而且会模糊焦点 那么我的看法是 这个中美贸易如果达不成一个对美国很有利的协议的话 川普总统可能会走人 他走人的话并不会影响到他的连任 因为他可以继续对这个他的支持者讲说 你看这么20多年来 我们对于这个中国的交往政策已经彻底失败 他继续盗取我们的智慧财产权等等 那么所有的民主党的候选人都非常的软弱 只有我对中国强硬 但是你也知道这个事情不要这样难 不能够一救而机 但是我至少的话已经让中国注意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不觉得说他会为了要急于达成贸易协定 而牺牲了香港或其他的东西